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个地板袜 非常的简单啊 之前有同学总是不会织脚尖和脚跟的这个位置 确实是啊 因为所有的技术点都来自于这两个小小的地方 中间这段是环形织啊 保持圆有针数 这也是一样的 环形织圆有针数 那么这两个小点到底要怎样织呢 大家不用担心我会一点点讲解啊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 编织图书的 这本书好多同学都有哈 这一页你看到模特儿身上脚上穿着的这一件 正是我们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啊 好,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讲啊 其实织袜子的方法很多很多啊 又从袜装向下织的 又从脚尖向下织的 又从脚趾底下往这边织的啊 很多种方法 好,我们现在就来正式的介绍它的编织方法 它是从脚尖起的针啊 从这儿 从这儿啊 起的针 那么一共起了多少针呢 二十二针啊 这二十二针我们起了以后 之什么 之正针 而且是环形向上之 明白了吗 一边环形将这二十二针啊 你看这一圈啊 一共二十二针 一边环形向上之一边在二十二针的左右两侧 换句话说也就是 我们将二十二分长前十一和后十一啊 在它的左右两侧 我们要干嘛呢 要给它进行什么呀 加针 看到了吗 要在两边啊 要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加一针 你看 一共加五次 这边也是啊 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加一针加五次 注意啊 可不是只在这一边 这头也要加的 明白了吗 两边都加针啊 好 加五次之后 你这边多出十针 这边也多出了十针 总针数你原来是多少 二 二十二啊 由于你又加出了二十针 现在你总针数这一圈 你就来到这儿了 看到了吗 这会儿你这儿还滋着呢 开着大口呢 没关系 时候再缝啊 这时候 你的总针数 同学们看啊 这四十二针是一圈啊 连这边在这边 一圈的针数啊 我们要将这一圈四十二针 环形在线上织什么 织正针啊 因为你开始就织的是正针嘛 对不对 好 你在线上织正针的过程当中啊 不要织的太多 从这儿到这儿 从已经达到四十二针开始啊 向上 我们给它织多少 只织十四厘米就够了 从前说哎呀 这太小了吧 我的脚我是 三七的脚 三八的脚 四一四二的脚 没关系啊 这一部分 十四厘米是 去除了你脚趾长度 和脚后跟的长度 明白吗 只是脚中间的这个长度啊 所以这十四厘米 足足够了啊 不要贪多 贪多你的袜子就大了啊 好了 织完这十四厘米之后好了 我们要将四十二针的总针数 我们要将四十二针的总针数 依然要给它二分之一分开 脚面二十一针啊 看 脚面二十一针 一定要大家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角度啊 一定要正确 看 袜子要形成这样一个状态 两边这样少 这样 这是它的脚面啊 这部分是脚跟的部分 明白了吗 两边一定要均分 你不要分错了啊 好 这时候我们将脚面的二十一针不动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达到十四厘米长度 还行之之后 脚面的这二十一针别动 反过来我们去直脚后跟 脚后跟也是二十一针 大家知道的啊 因为总针数是四十二针嘛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给它脚背的这 脚后跟着二十一针 要怎样 要在这二十一针的左右 减针啊 怎么减 脚一行减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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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面要注意啊 这时候可是片状了啊 你只在织着二十一针 你这一侧 脚一行减一针减五次就够了 这边少了五针啊 这边也如是 脚一行减一针 脚一行减一针也减五次 那么 你到这的时候 你的二十一针就变成了多少啊 脚一针立刻回答我 十一针 明白了吗 好 这十一针完成之后 剩下十一针之后 你现在要干嘛 你现在要继续向上 继续直啊 也就是直的过程当中 你每次直都要把你原来 减针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小边这 挑出一根线来 算成一针 能理解这意思吗 原来是十一针 对吧 你直这行 你看你从这条往这条直 直到这儿 好了 从原来你减针的位置 给它挑过来一针 给它直上 这会儿你变成多少了 十二针了啊 然后往返到这边 把这边也给它挑上来 就这么一边往返下上 直一边把两边的 这五针的位置啊 也就相当于你边织 这边挑出来五针 这边也挑出来五针 明白了吗 那问题来了 两边各挑了五针 那你总针数 由十一变成多少了 又变成二十一了 对不对 好 当你达到你的这一片 二十一针的时候 注意了 你前片有二十一针 在等着你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们刚才折腾了半天 隔一行减一针减五次 又隔一行加一针 加五次 其实就知道这个小后根 这个小的梯形的部分 明白了吗 就这一小块 好 这一小块 完成之后 我们的后边的二十一针 已经要恢复原来状态了 前边还有二十一针 留着等你呢 好了 这时候 你的总体的针数 要合在一起 合圈啊 你这四十二针 看 又变成四十二针了 对不对 这一圈啊 一圈一圈 这四十二针 我们要给它加三针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织花纹了 哈哈 要织这个花纹啊 这个花纹 我们必须是达到四十五针 才能织呢 因为它是一个 有规律的啊 这样一个花纹 这样 你总针数四十五针了 我们要织什么花纹 同学们准备截图 就是跟它一样的花纹啊 这个花纹叫做 不对称树叶花 好了 接下图来了 接下图来之后 我们就向上织这个花纹啊 你看 织了这么高 几厘米呢 十三厘米 四十五针织十三厘米之后 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怎样 给它改织了啊 所以帧数呢 也要发生变化 你要给它减去一针 明白了吗 只有双树才能够织这个花纹啊 变成四十四针 我们欢迎向上织什么 织拧针的单楼纹 向上织三厘米 然后怎样 收一个机器边就完成了 拧针单楼纹怎么织的呢 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织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所有的正针拧的织 所有的反针保持原样不变 就可以了 织收了吗 织这么高 一定要收一个机器边啊 要不然你脚钻不进去啊 好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袜子了 然后 最后的最后 你起着那二十二针的位置啊 相互之间对头在这儿给它缝合上 从内部缝也行 如果你有会更好的方法啊 从表面缝 缝出来的效果跟织的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好了 地板袜 这个季节刚好适合 你完全可以支这样一件啊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由于我原款的用的是六号针织的啊 而且纯羊毛的粗线 就是这个规格的线和针啊 同学们看一眼 但是 大家如果自己穿的话啊 看 如果自己穿的话 要是女生 自己穿 还可以用原来的这个线 这个线的直径2.5毫米啊 还可以用原来的这线 你甚至可以用八号针 用九号针 十号针织都可以 明白了吗 这样整个袜子会更紧致 更抱团 因为这个袜子你看啊 我给大家量一下它的长度 脚一根到这儿 24厘米了 别忘了我们织东西都是有弹性的啊 这还没穿就24了 看 看到了吗 所以啊 大家不用担心 就这个数据啊 所有这些都可以保留啊 就这个数据 然后大家用细点针织啊 9号 10号都行 11号就别考虑了啊 我觉得那个就太小了啊 线 线一定要跟我规格一样的啊 如果你要是用了细针 然后线又跟我不一样 比我的细很多 那就不可以了啊 针数上你甚至要增加 长度也要略增加 明白了吗 好 这就是这个季节非常应景的一个袜子 如果你织这样的一个袜子啊 送给你喜欢的人 它一定非常温暖 好了 看过就要成 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用你的力量 把我留在这个平台 继续为大家服务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